大家好 星期二得道 今天是2021年1月5日 星期二 大家好 這節我們跟大家探討一下解放軍的問題 這個問題 其實解放軍我們應該是 全香港的網台 甚至乎全世界的 華人網台 講最多解放軍的 華人媒體講最多解放軍的 因為 即使是那些普通話節目 評論得最多 報導解放軍的武器 演習也有 評論得最多應該是我們 這次我們看到一個 令人看起來覺得很軟式 竟然 那些軍人 大陸的解放軍軍人 竟然是每人都要配備一個自毀的裝置 而他們的長官 可以遙距地把他們禁制 令他們在短時間之內灰飛煙滅 這件事 真是令到 所有的 當兵的人 又或者 覺得解放軍是令人很自豪的東西 即時就變成 隨時禁制 要你死就死了 他們現在是自爆裝置炸彈 他們現在是自爆裝置炸彈 說回內容 不然就不用說了 說之前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看廣告 建設性留言 Facebook Twitter share 訂閱我們的頻道 免費贊助 我們那個 Whatsapp 97114085 可以用來做一個報料意思 當然啦 最好也是比較 不是那些公眾新聞啦 因為不需要你把公眾新聞分享給我們看 你把蘋果日報 或者你把已經報了出來的新聞 全民在傳 原封不動地把全部都扔過來做甚麼呢 那不就是要報料啦 如果你幻想一下你做記者 當然啦 這是義工啦 沒有人叫你報 你可以不報的嘛 那你有甚麼意思呢 因為 如果我們 同時有500人是這樣做的話 當你的電話有500個訊息 送蘋果日報的新聞給你的時候 其實你是處理不了的 同一條新聞都看到了 希望是比較 私人性一點 比較沒有那麼多人 知道的東西 說回解放軍的新聞 近日有內媒報導 西藏軍區解放軍裝備 單兵數碼化作戰系統 竟然殺有介紹 而殺有介紹介紹這個單兵數碼化作戰系統 竟然具有自毀裝置 如果這個單兵負重受傷 又不想被俘虜 原來他就是有一個裝置 能夠維持軍人的尊嚴 竟然能夠 啟動這個自毀裝置 令敵軍 沒有辦法獲得這套系統的任何訊息 報導更加指出 當中的長官竟然 可以遙距執行自毀指令 大家聽到 內地網民立即彈起 聽到 即是自爆 當他們是condom 還是當他們是IS 自殺式炸眼襲擊 但他們是無法襲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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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大家想像一下 裝得在身上的有多厲害 別人的自殺式襲擊 你看多些影片吧 別人是全車的TNT撞過去爆炸的 全車撞過去爆炸的 但是大陸有很多的 大陸的抗戰片 每一套裏面也有特工 特工每逢一個行動失敗 他突然間一秒鐘就死了 怎麼死呢 原來是 咬舌 他把毒藥放在牙齒裏面 但即時會 令人很廢戒 你吃飯的時候 會不會不小心咬到呢 自殺是不是真的那麼快呢 那個我先不研究 先說回這個裝置 大家不要看電影看得太多 要合理 首先如果你真的當自殺式炸眼襲擊 背在身上是很不方便的 你裝不了那麼多炸彈 那些炸彈只能殺死他一個人 你要裝的份量 你要具有自殺式炸彈 襲擊的力量 你要裝很多炸彈 如果當初你不是打算做自爆兵 那你不會把那麼多炸彈裝在身上 那你一定是做不到那個功能的 大家不要一直打算看電影 打開衣服一拉 會爆炸 爆到整個屋子 其實是不可以的 大家要對於炸彈也有些常識 他這個份量 我猜是足夠殺死他的 但除此之外 就沒有辦法傷到其他敵人 有個問題就是 有時候 你真的遇到鼻膚 你要啟動裝置 現在 他的長官也可以遙控 那你怎麼知道他是需要這樣做呢 所以我們要聽完新聞 我們還沒說完 出完這個 介紹之後 內地網民震驚 原來就是推他們上去自爆 內地 網易123軍情觀察室 還有一篇報導 引述《觀察者網》 上個月27日的報導 說西藏軍區的這些新型的解放軍裝備 包括特種部隊也有裝的 普通的步兵也有裝的 還有炮兵 還有陸軍的航空兵 裝甲兵 全部都有裝的 單兵數碼化作戰 系統 那麼高科技 怎麼會這樣用呢 系統 有集道行儀 單兵電台 攝影模組 其實 就是在做一些偵察兵的功能 負責把前線的影像拍下來 傳送一些數據 回到總部 但是竟然就是為了要保護那些 拍攝回來的影像不要落入敵方 所以敵方如果可以在他面前 將他俘虜 其實他也應該有那些資料 為了要炸毀一些在現場拍攝的影片 那就是要連人 帶機地炸 整件事那種不合理法 已經到了荒謬的境界 不要說你 共產黨 解放軍 不重視人命 當然了 但是你也不可以那麼荒謬 你炸死他就沒有意思了 那些東西 你為了毀滅那些東西 基本上那些東西就是 在現場的人都會獲得的資料 有什麼用呢 另外有網民會關注 會不會有黑客 會不會有什麼後門程式 幫你全部自爆 這裏更奇怪 所以後面的報導 還有 這個系統能夠一鍵引導砲擊 印軍獲 檢就自毀 這個系統失聯的時候 跟前線步兵失聯的時候 就可以啟動自爆裝置確保安全 大量網民質疑 既然失去聯絡 為什麼還可以遙距爆炸呢 這是什麼常識來的呢 這是什麼物理現象 斷線之後 其實是不是一斷線就自爆呢 因為你是default 一斷線就自爆 那很危險 人家只要干擾你的信號 一個干擾 一個干擾 摸中你那個 貧譜 不知道你用什麼通訊系統 如果這樣就被人干擾了 那就糟糕了 一停了 我家就立即自爆 慘了 一ECM 你就全部自爆了 那個士兵 走開我市 那個信號就慢慢地 哎呀 糟糕了 好像WiFi信號收得不好 立即爆炸 說出來很荒謬 聽到都很荒謬 你還要殺有戒時 把他當成大內宣宣傳 誰知道幫倒亡 聽到之後 聽到腳都震了 你想一下 誰跟你去賣命 你肯定沒有受傷也被你爆炸炸死了 現在有機會不用犧牲的 很明顯 一出那個人就要死了 你跟伊朗一樣 你自己射自己的飛機下來 又不會承認 系統出錯不關人事 大陸的有誰會相信他 這些不是指揮失當的時候 胡亂殺人 如果真的有這樣的裝置 有誰會相信他 平時你這些東西都不可信 一支火箭炮都已經會打到自己人了 會脫手的 大家看到解放軍那些 哈佬的影片很多的 把手機扔到自己身上 向後扔 全部人都要撥下 畫面就爆炸了 這次 人們會即時在這裏問 如果你的科技被美國洩聽到了 美國破解了你 那就是全部開隊了 所以這個網民指出最荒謬的就是 搖拒裝置就是 當這個聯絡不到的時候 就會啟動自爆 很容易死 本來不死 這個比蘇聯打仗更厲害 衝陣衝不到 衝回頭後 後面有機槍 比這樣更慘 斷線也會死 無端斷線又爆 失聯又爆 你們的信號不是百分百那麼好的嘛 可能是自己出的問題 自己對手機 沒有電也會斷線的嘛 不如你弄機一下人啦 你很厲害嘛 你弄那麼多無人機 為甚麼要裝著士兵套 要裝著士兵套 當然要裝著士兵套 我想不明白這件事 解放軍雖然唱歌跳舞 說我是子彈 讓我粉身碎骨 還有江榮 大家記不記得 現在不是做子彈 現在是炸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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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IS化 但IS沒有那麼差勁 你的份量只能夠足以殺死那個士兵 又不具備殺死敵人的功能 只是自殺 基本上這是一個自裁裝備 自殺又不見得 即是他們沒有其他裝備可以做到這件事 一顆子彈就可以了 要不特地穿衣服就可以自爆 這個發明基本上是比起太陽能電通更匪夷所思的一件事 最好笑就是斷線就會自爆 真是不可以走開 要長期黏著那個上司 突然間網絡接收就爆了 上司一陣子也不拖他 突然關掉他 這樣就自爆了 我幫你按一下 說你失控了 你那邊又被人 被人圍堵 救不了 就這樣自爆了 讓別人繼續圍攻 我們也挺欣賞解放軍這樣的新設計 相信解放軍自己瓦解自己 未來也不遠了 這個肯定 你很容易自己瓦殺自己瓦 是不是 人都未見到出來 都未開始就已經死了 我們 會不斷 發掘一些解放軍的催民給大家聽 這個不用發掘 這不是機密來的 完全是他自己當大內宣公佈才會恐怖 這件事是足夠的 我們是有很長時間的了 這節時間先說到這裡 拜拜 大家不想看看 我們就能解放軍